常年期第十周星期二单数年 格林多后书第一章第十八到二十二节 马斗福音第五章第十三到十六节 小德兰福传之友曾庆岛神父读经反省 2023年6月13日 耶稣基督 我想我们对朋友的最低的要求是需要真诚正直 一个很圆滑 模棱两可的人 对这个人说这样的话 转过身对那个人说那样的话的 会使我们难过 对那人会没有信心 主耶稣就告诫我们 你们的话该当是 是就说是 非就说非 其他多余的 便是出于邪恶 马斗福音第五章第33节 保禄宗徒今天就是从主耶稣的话得到灵感 对格林多人讲述耶稣基督并不是事 而又非的 他自己也是像耶稣一样 在一个充满了奸诈 欺骗 似是而非的假消息的世界里 一个基督徒能够活出真诚 正直的榜样 真的可以做到地上的盐 是上的光的作用 缺乏真理 缺乏在真理中的爱 使世界陷入黑暗苦涩之中 天主子耶稣来拯救我们 是要带给我们真理 因为他愿意所有的人都得救 并得以认识真理 第茂德前书第二章第四节 他自称 我是道路 真理与生命 若望福音第十章第八到三十一节 在他的苦难和生死前 以为门徒们热切地祈求天父 求迷以真理祝胜他们 迷的话就是真理 若望福音第十七章第十七节 圣女小德兰是耶稣这样的一个门徒 追求真理之子 他虽然在里修一个小修院 生活了短短的二十四年 但是他留下的光芒 远远超越那时间空间 天主也把我们每一个人 放在一个特定的人类历史的时空中 让我们努力效法小德兰 去做一个讲话 做事都真诚正直的人 成为这时空中的地盐 世光 留下一个正能量的记录 把我们的名字写在生命册上 如果您喜欢小德兰福传之友 曾庆岛神父读经反省 欢迎您订阅分享 让我们一起努力去浮船 了有一十六年 我们下一个爱情 中观传以后 我们下一个爱情 或者是